福渊爱和江洪杰离婚的消息 那是传的 大家南北都知道了 自从二人有了离婚的消息 福渊爱就开始把工作中心 转移到了日本 在这个期间 还被媒体拍照到 与一个陌生男子亲密 自从发出这个以后 就有网友肆意评论说 福渊爱出轨 就是为了这个男人 根本不顾女儿和丈夫 什么都不管不顾 为了一个新男朋友 可是这种说法也是不全面的 兔兔虽然不知道 她究竟离婚的原因 但我想应该不至于 连女儿都不要吧 毕竟女儿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 没有哪个母亲愿意这样吧 对于这件出轨的事情 福渊爱还是承受了蛮多的 大家都认为她是花心女 是特别那啥的女人 现在网友也都乱猜测她 乱说她对她责骂声 是超级厉害的 对于此事 兔兔觉得 不管她有没有出轨 网友都不应该 乱责骂毕竟是人家自己的生活 我们没有权利干涉她怎么做 毕竟我们现实生活中 男生出轨不是挺多的吗 为什么没有这种责骂声 难道男生就要高一级别吗 每次都是男生就可以做 女生就不可以做了 包括找比自己小很多的对象也是的 都要这么区别对待男人女人了吗 另一方面也有爆料江洪杰 说她曾经对福原爱出口成章的乱七八糟的讲话 特别伤人 甚至她的母亲也这样对待福原爱 你们是什么样的家庭才能够这样 既然娶了人家却要这样讲话 都说只要没本事的男人才只会在家里发脾气 兔兔觉得江洪杰就是这种人 没本事只能在家里发脾气 对福原爱恶语相加 后来的福原爱一下子受了使惊 太可怕了 这一家人后来江洪杰去挽回她 福原爱也一点都没有回头的意愿了 你真的是一家人这么对待她 你觉得你挽留有用吗 早干什么去了 一次节目上 吴宗献对二人的看法反而觉得 这是福原爱的问题 觉得她既然劈腿了 就不要找借口 她亲自看见过二人是超级恩爱 都能够闪下她的眼 现在没多久竟然到了离婚的地步 太快了 她觉得福原爱既然选择了劈腿就没有借口说离婚是因为什么 明显在讽刺福原爱出轨 觉得自己是在找借口为自己 可是事实不就是这样的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福原爱与江洪杰两个人的离婚事件 自从二月份开始就闹得沸沸扬扬 从最初福原爱接受采访时表示 要把事业重心转回日本开始 福原爱海贝 日本爆料 与男子一块出游 陷入出轨风波 虽说福原爱否认了出轨 但人设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承受更多的就是指责声 另一方面 江洪杰被爆料 曾经对福原爱言语暴力 江洪杰的妈妈跟姐姐也被爆 常常对福原爱恶语相向 巨大的压力下 福原爱暴瘦10公斤 后来才提出了离婚 即便江洪杰后来挽回 也无法让福原爱回头了 看来早已经下定了决心 目前福原爱已经向江洪杰提出了离婚 福原爱本人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公司面临倒闭 在国内被骂出轨 事业岌岌可畏 江洪杰在挽回婚姻无望的状态下 也已经提出了离婚 不过两个人还有很长的一段官词要打 涉及到财产分配及孩子抚养权等问题 近日吴宗宪在综艺节目里面 谈到了福原爱与江洪杰事件 忍不住感叹 曾被两个人秀恩爱闪瞎过 没想到没有多久就传出了离婚的消息 关于福原爱是不是很难见到孩子 节目嘉宾也表示 除非福原爱能够拿出关键的证据 不然赢得抚养权的机会很低 吴宗宪本人则是谈到了对感情的看法 称如果劈腿了就不要回头找理由 像是说什么因为你对我怎么我才劈腿 全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 嘉宾也补充说 既然承认了恩爱形象就要勇敢的走下去 大家未来都有结婚生子的可能 从这件事可以了解到 面临婚姻触交是应该怎么看待 吴宗宪的一番话显然就是在讽刺福原爱出轨 甚至依托的借口就是江洪杰对自己语言暴力 这并不是出轨的理由 不过福原爱一直没有承认的状态下 吴宗宪这样的言辞难免会引发一些争议 台媒近日报道 福原爱一个人返回日本 未担任奥运会求评做准备 她还叮嘱江洪杰要好好照顾自己妈妈及一对子女 本来一切都很正常 但春节时福原爱突然通过视频电话向江洪杰提出离婚 江洪杰一时难以接受 情绪失控当场泪崩 在福原爱江洪杰爆发婚变这段时间 女方妈妈福原千代一直留在台湾与女婿一家同住 直至近日她在江家人的陪伴下乘坐飞机返回日本 当天爱妈因为腰痛需要以轮椅代步 双手更是不断颤抖 身体状况令人担忧 她在机场不时警报外孙显得依依不舍 据日本周刊女性三文二十五日爆料 爱妈之所以强忍着身体 不舒服也要返回日本 是因为她一直在江家生活受到女婿的照顾 但同时福原爱却在日本被拍到和男性约会 还被暴遭到婆家精神霸凌 爱妈知道后觉得难以置信 风波越闹越大 爱妈认为自己不能再理所应当的待在女婿家里 所以才决定回日本 不过与江洪杰全家出动 送别岳母行程对比的是 福原爱当天并没有到机场接妈妈的飞机 而是由哥哥代劳 此举遭到了不少舆论批评 女性三文指出 福原从小就被妈妈严格要求 因为她一直不太懂得如何跟妈妈撒娇 长大后也是如此 因此就算婚后和丈夫感情出现问题 福原爱也从未想过跟妈妈诉说 因此造成了爱妈的尴尬局面 如今爱妈返回日本 母女俩终于可以见面了 不过另一方面 福原爱一直待在东京迟迟不肯回台湾 跟江洪杰沟通 而且足足三个月没见到自己的小孩 不少网友对此表示难以置信 认为福原爱作为妈妈太没有责任感 也开始心疼江洪杰 觉得她很可怜 如今福原爱已经在日本逗留了三个月 婚变事件持续发酵 江洪杰努力投入工作 以及抽空陪伴孩子 她左手无名纸上的戒指 依旧戴着 似乎坚定不会离婚的决心 福原爱将两个孩子抛下的行为 备受两地网友指责 另外她与母亲福原迁带的母女关系 也再度被挖出 在福原爱的半字传 不管怎样的哭法 我都准备好了中 曾吐槽母亲活得很自我 连外孙女的事情都不愿意妥协 有一次福原爱请求妈妈留在家中 等候30分钟 帮忙收一个快递 而这个快递涉及女儿小小爱的出国问题 但福原千代拒绝了请求 气得福原爱向江洪杰投诉 你看看千代姐啦 连外孙女的事情都不愿意妥协 但她也说是因为妈妈这种教育方式 才让她培养出执着的性格 福原爱曾在节目中透露 自己与妈妈是选手与教练的关系 捐少了亲情 所以她自己教育孩子时 会让孩子多撒娇 日媒报道 福原爱在公婆家备受欺凌 令江洪杰一家被冠上 怪物家族之名 但现在舆论开始改变 江洪杰不但亲自带孩子 还与父母以及姐姐 一同送福原爱妈妈登基反日 成功洗白 网友挖出福原爱 昔日提及公婆时的言论 发现她说了很多好话 并没有透露受到欺凌 福原爱在不管怎么的哭法 我都准备好了中提到 怀二胎的时候 因为身体不舒服 只能躺在沙发上休息 那个时候福原爱强大精神工作 当经纪人提醒她 还有十分钟就要出门时 她突然发脾气 说想吃妈妈的炒青菜 婆婆听到之后 立即为她下厨 用三分钟做了青菜 成功安抚福原爱 让她顺利出门 福原爱称呼婆婆为真姐 婆媳关系看似融洽 两人还经常一起逛菜市场 情童母女 福原爱曾发布微博 有感而发说 老公是我人生中的选择 好与不好 我自己选出来的 同时提起公婆对她照顾有加 但眼前的幸福却取决于 我不能选的答案我的公婆 当时福原爱对公婆的照顾 充满了感激 但现在却爆发婚变风波 实在令人不解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